大家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咱们聊一聊苹果公司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就在北京时间5月1日凌晨 苹果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出炉了 整体情况看不是很好 尤其是苹果手机的绩效真的是很糟糕 我们直接先看结果 这个财务报告显示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 苹果公司的净营业收入是580.15亿美元 就是580多亿美元 大家说这个已经很大了吧 但是人家看的是同比 同比增长下滑了5% 那么苹果公司的净利润是多少呢 是115.61亿美元 100多亿美元 但是同比也下降了16% 所以你看到了苹果整个的总体财务表现 在第一季度可以讲非常的不好 下降了 其中我们都知道苹果最核心和权作产品还是苹果手机 以往人们把苹果手机叫苹果的大半壁江山 就是它的收入能占到苹果的一半 但是2019年第一季度 苹果手机这个iPhone它的收入只有310亿美元 而我们知道去年第一季度 苹果手机是375亿美元 所以你这一对比第一季度少了60多亿美元 而且非常巧合很有意思啊 就在苹果发布财务报告这一天 就在同一天 有一个著名的市场研究公司叫IDC 它也发布了一个全球智能手机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显示呢 我们说不仅是苹果手机不好 2019年第一季度啊 这个全球的智能手机都不怎么好 这个出货量连续下滑 但是其中我们中国的华为品牌的手机表现非常亮眼 它的这个出货量和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50.3% 在手机这个行业里继续领先苹果 是世界第二大的手机厂商 当然我们说啊 从苹果本身来说 我们叫东边不亮西边亮 毕竟苹果的设备很多 不仅是手机 所以手机的销售量不断的下降 但是你像苹果的iPad业务非常不错 iPad业务第一季度收入是48亿美元 而且